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法院议事规则白纸黑字写的就是唱名三次味道四同弃权 民进党都已经认同是程序上合法 我不知道现在到底在想要黑韩国语什么 紧急性的事情通常主席都会喊休息 因为以保障后面委员咨询的权利 所以这个叫做议事惯例 如果上一届我用这种方式来主持院会 把国民党在野党的名字通通念完了 告诉他们说你们都没有来 所以咨询的时间过了 我想国民党可能会抓狂 公共民党会被批评 韩国语这样就是北拓这项困 农会冠完的时间 民进党当团众调国建民的助理要透露 任万一比书党就万来当中就建议韩国语 不可以把这项团委员的名单一直念一直跳过 结果韩议长又是坚本没在习 韩国语不熟又不接受建议 惯例是让整个议事能够顺畅 就如同我们总想七分钟的表决 它基本上也是惯例不是议事规范 如果他要把所有惯例都打破 那这一条是不是要打破 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依照惯例是院长来担任 那院长这是惯例 这不是规定 那是不是你也应该拒绝才对 国家文像韩国语就是讨论 就像我一样 如果没来就是挡挡 韩国语做立法院长不够能够 为政治和国家反省一项一项一项的拨出来 民視新闻总和督